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 面部留白 面部留白呢说的是发挥空间的问题 比如刘文居小文的超模脸 我们会发现它们都不是大五官 这样的脸就像一张干净的画布 造型师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这张画布上创造出自己想要的内容 面部留白大 发挥空间就大 发挥空间大 容促率也就大 而面部留白小可发挥的空间也就小 也就更挑装容 二 气质多重性 大部分明星的面部留白其实是不大的 这个时候气质的多重性就很重要了 因为五官的不同组合决定了气质的多重性 而气质多重性本身就是表现力的一部分 比如2018石家难堪登顶第一 并独占三期的一阳千席 一阳千席的练形 手袖接近成人比例 轮廓干净没有坠鱼 上眼间略微折筒走势平直 内眼角尖而内功 是冷冽疏离的配置 眉头下压又有一定的攻击力 直挺的鼻子引起硬朗唇形平薄 不过分精致 而无表侵蚀是克制严肃的进鱼感 这样的五官配置让她的气质层次非常丰富 可以年少的同时 也可以隐姓 可以忧郁纯净 也可以斯文败类 这个 这个男生简直 简直摔到腻田了 石家难堪中占了两席的刘昊然 也拥有这种多重气质 比起一样千席的少年初长城 刘昊然更多的是青年气质 刘昊然每股立体眼窝深邃 却偏偏长了一双下垂狗狗眼 非常具有亲和力 下半场点偏长法语良好 也可以打造出成熟气场 这种鉴于成熟男人和青测少年的多重气质 可以切换不同风格 气质多重性的定配是雌雄同体 一男一女的气质张力是无穷大的 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 为什么绿春会成为时尚圈顶尖宠儿 这也是气质过于单一在时尚圈容易混不开的原因 不过时尚对于明星来说 只是锦上添花的东西 强行时尚只会变车祸现场